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 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我们就要迎来国庆黄金周了 那这个假期我们知道是中秋加上国庆一块 这两个假期连在一起一共是八天 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超长假期 这是今年最长的一个假期 那这个最长的假期会不会成为一个最热的假期呢 那从目前一些部门包括一些平台的预测的数据来看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它的热度 很有可能它的出行量包括整个的消费等等再创新高 我们先来看一看出行的数据 拿铁路运输呢为例 那今年的这个铁路黄金周 国庆黄金周的运输啊 它是12天 它前后流出了富裕 9月27号到10月8号 它预计发送旅客要达到1.9亿人次 那这个数字能不能够超过2019年1.38亿人次 这要等到黄金周结束之后 我们看最后的这个结果 当然了铁路运输其实只是一个方面 除了出行的人次之外呢 这几天一些平台公布的这种出行的数据 酒店景区等等的相关的预定量都非常的火爆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非常火爆的黄金周的即将到来 各个方面有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这样一个黄金周 它在各方面的含金量 比如说它的出行的规模 这种消费的规模 还有包括尤其是游客的在吃住行游购鱼 方方面面的文旅的体验下面 方方面面的含金量到底怎么样 今天呢我们就来集中的关注 先来看一个短片 今年的国庆叠加中秋假期拼出了一个八天的长假 是否能创造新的旅游高峰 尽管现在距离假期正式开始还有一周多的时间 但是很多细节已经提前预示了这个长假的热度 中秋国庆假日期间 铁路日均客流量将接近1600万人次 这个数字约为春运期间日均客流量的两倍 长假之下 人们的出游需求一路上涨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 自9月13号开始发售假期运输车票以来 截至今天下午6点 全国铁路已发售火车票1.46亿张 其中9月15号创下单日售票量2287.7万张的历史新高 12306系统的访问量更是在昨天达到了540亿次 接近春运客流高峰日的系统访问量 相当于平均每秒钟有62.5万多人在刷票 收票量的创新高也说明了大家出行医院非常高 也说明了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 预计北京 上海 南京 苏州 天津 广州 深圳 成都 西安 这些城市都将会成为旅客出发和到达的热门地区 另外杭州将在黄金州期间举办押运会 也将成为高铁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主要有四条措施 一是千方百计的增加运力 日军旅客作息能力预计较2019年同期增长了18.5% 二是优化售票组织 三是持续改进服务 四是做好应急保障 出游的热度不仅体现在铁路 这个长假民航出行同样火爆 有机构预测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军航班量将超1.55万架次 预计同比2019年提升5.2% 相比今年五一假期也将提升7.1% 出游热度也催升机票价格上涨 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国内机票经济舱均价1095元 同比2022年国庆增长45% 同比2019年国庆增长15% 像西安青岛这是比较热门的 目前的价格基本在500块钱左右 但到高峰时期9月29 30号的话 价格基本上西安在全价1540 青岛在全价1030块钱 这个长假激发的出行热度 也令一些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酒店预定出现暴涨 有旅游平台发布的预定信息显示 北京 杭州 武汉 上海 重庆等城市 国庆假期的酒店提前预定量 同比2019年增长超三倍 其中北京以5.4倍的增幅居于首位 此外 长假期也为长线游和跨省游提供了有利条件 有旅游平台发布中秋国庆旅游预测报告显示 这个假期 跨省游的预定订单占比已经达到73% 较2022年同期提升10个百分点 近20%的用户选择连住三天及以上 而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则主要集中在 适合赏秋游的西北地区 比如乌鲁木齐 兰州 敦煌 以及华南气候宜人的三亚 广州 厦门等地 目的地为三亚的十一假期 整体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了954% 跨省订单占比97% 跨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963% 科研地前五名分别为北京 上海 成都 广州 深圳 此外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 一些拥有小机场且旅游环境优质 但知名度较小的旅游地 也成为大家选择的高性价比目的地 有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截至9月15号 穹海 刹车 巴中 河池等城市机票预定 增长超两倍 海南省穹海市以24倍的增幅居于第一 出行量暴涨 预定量暴涨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 会不会成为一个超级黄金州 对于今年的最长的中秋国庆的长假 会不会成为又一个超级黄金州呢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 您好 戴院长 您好 刚才这个片子上提到了很多 其实今年的很有可能再创一个最热的这么一个长假 对于即将到来的这样一个今年最长的假期 您的预判 尤其对于热度的预判是什么 我觉得是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长假 将是史上最高的 热度最高的一次国庆黄金州 这次有八天的时间 我们去看比较的时候 是把它幻想成平均每一天和每一天比 无论是和2019年比还是和去年比 都是会远远的超过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预计这个八天的时间啊 每天都会有 平均每天都会超过一亿的人出游 所以从未来的这个国庆节假期来看 可以说人人都是游客 处处都是风景 好 根据您的这个预测 人人都是游客 处处都是风景 会在我们出行的路上遇到哪些新的问题 我们也关注这么三 我想可能有三个难是我们重点要关注的 一个是买票难 无论是飞机票 火车票 都会长途交通 买票会去 要能够出得去还能回得来 所以往返票很重要 尤其是长线 尤其是长线 对 第二个呢就是停车难 这个我们自驾出游的啊 现在每年占节假日出游的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数 都是自驾出游的 那这时候在高速公路上拥堵 到了景区和目的地找不到停车位 可能是一个难 其实还有一个难啊 可能大家容易忽略的 就是如厕难 景区和主要的旅游目的地 厕所建设的问题 必须提到意识日程上来了 就方便的问题不方便 是的 是的 而且这个里边可能还有一个性别的差异 因为我们在这个出行的途中 可能经常会实际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在如厕的方便的时候会发现 可能女性朋友相对来说 方便的问题更不方便 所以我们说一个是厕所的建设数量的问题 必须要供给充足 那么有时候是永久性的 有的是临时性的 那么我们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建设要到位 还有一个呢 管理也要到位 你不能这样了 你不管你 大家仍然是下不去角 就影响我们的旅游感受 也进而影响我们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啊 提到出行 其实大家对于价格 应该说绝大部分的游客 还是比较敏感的 那这个价格在这样一个长假 适度的上涨 大家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地方 其实这个浦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但有的地方 比如说一些快捷酒店 最近段时间大家也看到 已经赶上一些高端酒店的价格了 就是它的这种 从供求关系来说 那么作为工方 在这个长假即将到来 他会要注意什么 另外作为游客来说 他又该注意一些 不管是对于游客 还是对于酒店等供应商来说 要接受在旅游的淡忘机 价格有适当的波动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 航空公司的机票 那么在哪怕在这个七天的时间内 八天的时间 在未来的八天时间内 它的价格每天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契约精神 比如说我游客 事先在某个平台上 订好了一间酒店 那我到了时间点 你就必须保障我的住宿权利 而且保障我事先约定好的价格 并提供相应的服务 你不能说现在来的人多了 对不起说我不让你住了 或者以超售等理由 把游客拒之门外 为了个人的一时的收益管理 上的短期的收益 让一个旅游目的地 特别是一个企业的品牌 门受损失 那就得不赏失了 就是坐地起价 这是绝不允许的 肯定不行 在我家坐地起价这个问题 应该说是 它是违约了 所以消费者 和我们广大的游客 一遇到这种情况 向当地的文化和旅游部门 进行投诉 第二个 也要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您说到可能这个长假 人人都是游客 那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是不光是热门景点 热有很多游客 可能平时去的相对少的地方 甚至一些还没有成为 正规景点的地方 也有人去作为游客 去出行了 这个假期 作为游客的角度来说 怎么去保证自己的安全 这是所有的体验当中最重要的 您看谈这个问题 我们在暑期已经发生了 就是大家可能 很多年轻人是反向旅游 因为太热门的地方 我就不想去挤了 我找一个 我自己心仪的旅游目的地 我同样的价格 我可以住 在一个地方 住经济型酒店 在一个小众目的地 可能住一个豪华的 五星级酒店 但是我们在这个 去小众旅游目的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生命高于景观 我们在小众旅游目的地 一定要去选择那些 安全的服务有保障的 特别是公共服务有保障的 景区景点去旅游 千万不能够图一时的 这个探心求意 去让自己 这个把自己的生命 置于危险的境地 第二个呢 要选择合规 合法经营的旅行商 酒店 民宿和景区 度假区 包括出租车 要坚决地去防止 要防止这个野景区 野导游 这个黑车 这些一定要 不要为了贪便宜 或者不想去排队 把自己生命的安全 或者是财产的安全 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这是要 尤其提醒大家关注的 要自己把好这个安全观 就是独特的体验 绝对是以安全为基础的 是的 那对于这个 即将到来的最长的假期 刚才大院长呢 给我们做了一些预测 包括一些很重要的提示 那对于一些旅游目的地来说 无论是城市还乡村 怎么利用这样一个长假 去打好自己的旅游品牌呢 我们继续来看 中秋国庆长假 人们有出游的计划 城市也有开门迎客的热情 缓解景区拥堵 解决门票预定难题等等 一些城市早早就开始做应对准备 从各个第三方平台目前预测 和我们自己的智慧旅游平台预测呢 我们南京呢 是全国旅游目的地城市前十强 所以呢 我们预测呢 在我们的国庆期间 每天的客流量呢 大概有180万左右 9月30号那天呢 将会是这八天长假的客流高峰 南京被称为是今年的网红旅游城市之一 总要来一趟南京吧 一度成为社交平台的热搜话题 南京文旅部门综合预测 国庆假期南京每天客流量 在160万至200万人次之间 是平时流量的三倍以上 假期八天 游客总量预计将达1400万人次左右 这一数据远远超过了 2019年同期 1094万人次的记录 因此南京的一些热门景区 主要文博场馆 也将出现天天满额的状况 都对预约的系统进行了优化 然后呢 实行的是动态二维码预约 然后呢身份证实名制的刷核热源等等 这样的话呢 来提高我们游客的预约成功体力 也是用我们的技术手段呢 来防范黄牛 红票 导票 同时呢我们线上线下 多种的这个预约手段呢 像结合 特别是要照顾好我们的老人小孩 优待人群 还有我们残障人士 境外人士的 方便他们能够预约到票 能够入员参观 同时呢我们还细封了 软额 奔死段额员 然后呢根据现场的这个人游情况呢 动态的放票 经过了五一暑期旅游的考验 南京也需要进一步解决暴露出的问题 除了优化景区门票预约购买之外 解决热门景区周边停车难的问题 也是重点 第一个呢就是要冲锋的挖掘停车资源 我们景区里面如果能够多搞一些临时停车位 那我们再开这些 第二个呢我们联系一下周边的学校 园区我们的机关 这些共享车位呢能够拿出来 给更多的外国客用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 南京还将迎来一波官演客流量 相关部门数据 9月10号至10月7号 南京共审批营业性演出活动 175场 其中大型营业性演出13场 截至9月13号 南京公安局的数据显示 国庆八天全市大型活动共21场 共计观众约17.63万人次 我们全市的各个部门 各个板块都在发力 你比如说你到我们南京来 第一感觉是什么 那肯定是要交通便利 很多的小吃我们南京也很出名 那我们的小吃是不是卫生啊 品质是不是高啊 口味是不是好啊 我们服务员态度是不是好啊等等 我们也有很多工作做的 还是不够到位的 但是我们始终坚持 只要你投诉 我们一定有回应 南京在今年各个旅游城市中 表现突出 来自南京文旅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前八个月 南京市共接待游客1.2亿人次 同比2022年增长71.38% 比2019年增长44.64% 旅游总收入同比2022年增长66.57% 比2019年增长33.71% 好 怎么能够更多的培育出 能够持续不断的提供这种优质文旅体验的城市 这种旅游目的地 向关键继续来连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的代宾院长 代宾院长 刚才这个片中提到了 比如说南京这个对于提前的有可能的景点的这个拥堵点 做了预测发布 然后四川宜兵也发布了这个上万个临时停车位的这种位置等等 你怎么看这种提前应对 南京在全国游客满英度调查的样本城市中 一直是名列前茅的 就是做广大游客欢迎的城市 我想不仅它有中山林福祉庙这个秦怀河 是因为它对游客服务的温情细致的服务 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我们说今天的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 它要的不仅是美丽风景还有美好生活 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 一定是秉持着景观之上是生活来打造的 如果一个城市只是有历史文化的传说 只是有美丽的山川河流的风景 我想它不足以构成游客愿意 一次又一次重复到访的旅游目的地 比如说南京我们看到 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国境黄金洲 这个周边的票啊 城市往南京去的票基本上卖完了 那就说明一个什么 这个地方是能够吸引人的 而是这个吸引他们的是这种 把一些共机关啊 一些事业单位啊 它的一些公共停车场拿出来跟大家共享 这就是宠游客呀 对吧 你让游客感到温暖 游客愿意这地方多停留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公共服务 商业服务的品质和公共服务的完善 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动能 所以细节往往决定成败 也是吸引游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刚才其实片中也提到了 你看今天有不少城市通过办演唱会啊 办这个音乐节啊 成为了吸引尤其是年轻游客的这种文旅游客的这种流量的一个入口 出现了就比如说一场演唱会带回一座城这样的现象 当然包括接下来你看杭州要举行这个押运会 其实这个周期正好是跨了中秋跟国庆这个假期 相信一定会杭州的对杭州的旅游可能也会带来拉动 您怎么看这种文旅对于旅游的这种拉动 另外作为接待的目的地城市要做好哪些更细致的准备 一座好的城市它得到游客看到文化的遗产 更看到城市的未来 而城市的未来是靠什么来寻塑的呢 是靠年轻人对当代科技文化时尚和高品质生活的一种接触和再创造 那么在其中音乐会运动会大型演出恰恰是让年轻人 可以释放他的青春活力和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并构成一个社群经济的最重要的生动的诠释 我们看南京也好其他的城市也好 越来越多的是把文艺演出舞台剧和公共的演出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来进行推动城市的发展 比如说深圳的福田区 他们就有这个节日大道 那再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社区的 这个像我们马蜂窝这样的社区网站 社交网站 它很多游客分享的是什么 都是对旅游目的地日常美好生活的感悟 并愿意和大家来去分享 当分享的人多了 这个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自然而然就建构起来了 所以这种对于旅游目的地的分享 就是这个城市有这种能力 能够让游客去主动的去分享 这是不是一座城市从一时的网红 变成长红的文旅城市 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我觉得旅游需要网红 但网红不是旅游的全部 对于网红城市来说 它之所以出现某个时间的热点 是有很多的客观的因素和偶发的因素 合力推动的结果 我希望我们城市 各个城市对网红事件 要以平常心看待之 最终能够让一个城市长红下去的 一定是它温暖的生活 一定它能够看到未来的场景 一定是对游客无微不至的关注 所以我经常说一个优秀的旅游城市 从来不取决于它对强者服务的力度 而是取决于对万千游客服务的温度 这样的城市才能够长红下去 最后很简短的30秒时间 您概括一下 对于旅游行业这种服务意识 面对如此大的这种服务的需求 我们要做的深入思考是什么 没有游客的满意 就没有旅游的未来 只有旅游业发展 把人民的旅游权利放在我们的心上 体现在我们的日常服务 和公共服务的每一个环节中间去 我的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才会有现实的保障 好 非常感谢中国旅游研究院的 戴宾院长给我们所做的 对于即将到来的长假的预测 包括很重要的提醒 一座旅游目的地的城市也好 乡村也好 要想长红 就像戴院长所说的 它的文旅的观念 一定要从平时就深入细致周到 这样才会让游客源源不断地来 而且来了之后 还能成为下一波的回头课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